38岁张柏芝过生日,谢霆锋无字表明心中张柏芝地位,网友,情深意重啊。 娱乐圈素来都有女神集中营的称号,然而在八十后宅男心中,能够真正称之为女神的人物,也只有张柏芝莫属了,而张柏芝的容颜也不是吹出来的。 1980年5月24日出生于香港的张柏芝今年已经38岁,自从她与陈关希的视镜爆发现,她的人生就被这段阴影所笼罩,但由于她心地善良,最终还是女谢霆锋结为了夫妻。 1980年5月24日出生于香港的张柏芝今年已经38岁,自从她与陈关希的视镜爆发现,她的人生就被这段阴影所笼罩,但由于她心地善良,最终还是女谢霆锋结为了夫妻。 不过事与愿违,这段感情不到五年就成过往云烟,离婚后的谢霆锋也是碰盖千妃,一改一千只化之风,低调的与王妃过起了二人世界,当然在事业上谢霆锋也不含糊,十二道风味是高的风生水起。 甚至前段时间新歌声都有一聘请她做导师,如今谢霆锋可以说是小有所成。 而张柏芝为了让孩子过上好生活,只能自己工作赚钱养家,从张柏芝最近的照片能够看出,为了养家她真的是很拼命。 想起张柏芝和周星驰在《喜剧之王》中的一段经典对话,不上班行不行,你养我啊,好啦,我养你啊。 当时的张柏芝真的很美,相信是个男人都会对她心动吧。 尽管离婚之后有矛盾,有冲突,但是时光记下的永远是美好。 还记得在荧幕上第一眼看到张柏芝的经验,真的是粉雕玉琢。 一张一张的老照片,就是她有女孩变成妈妈的过程。 当然人怕出明珠怕壮,谢霆锋也不例外,事业有成的她时常也是被人骂为负心汉。 其实不然,均不见前段时间谢震宣骨折,谢霆锋是连续三天三夜收服在儿子身旁,其实谢霆锋这些年都在默默关注儿子。 前两天,张柏芝的生日可谓是收到大半个娱乐圈的祝福。 当有人问到现在谢霆锋和张柏芝还有没有关系的时候,谢霆锋只说了五个字,就是有事情找我。 虽然只有短短的五个字,但是情深意重啊。 小伙伴,对此你怎么看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